Hello,大家好,我是阿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香菇滑稽的做法 像我这样做出来的香菇滑稽,幼稚鲜嫩 鸡肉不老也不柴,非常的好吃 鸡肉想要做的鲜嫩是有技巧的 下面记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这个香菇滑稽吧 我们做香菇滑稽这道菜 香菇我们要提前一个小时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人数加入适量的香菇 把香菇放到一个盘子里面 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香菇 香菇我们把它翻转过来 这样泡发比较快一些 今天我们用的是两个鸡腿肉 我们也可以用鸡的上格或者是下格 首先我们把鸡腿放在菜板上砍成小块 鸡肉我们一定要砍小块一点 方便我们下一步腌制的鸡肉更加的入味好吃 我们也可以叫卖鸡的老板帮忙砍成小块 建议大家做香菇滑稽可以选择鸡腿肉 鸡腿肉的肉质比较紧实一些 做出来的香菇滑稽也好吃 前部砍好的鸡我们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盆子里面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和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少许的温水 我们用手抓拌多一会儿 加入食用盐和淀粉这两样东西 可以很好的吸附鸡肉里面的泻水或者是污垢 这样洗出来的鸡肉更加的干净 再把鸡肉放到一个宽中 抖一下宽 过滤一下多余的水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腌制鸡肉 加入一点食用盐 半勺多的玉米淀粉 再撒上一点胡椒粉去新增香 半勺生抽 再加入一点香油 再用我们勤劳的小手抓拌均匀 我们这时候需要多抓拌一会儿 这样方便我们鸡肉更加的入味 多抓拌一会儿也确保我们每个鸡肉都能煎至入味 最后我们再加入一个鸡蛋清 再用手抓拌均匀 这个也是我们做出来的香菇滑稽 鸡肉鲜嫩的关键 我们先让鸡肉腌制10分钟左右 这个时间我们的香菇也泡好了 我们用剪刀依次把香菇的头部剪掉不要 再把香菇对半切开 如果是大一点的香菇 我们可以切成三块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你们的点赞和评论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你们 香菇全部剪好后 我们一定要用手挤一下香菇多余的水分 不然我们炒出来的香菇滑稽 香菇是不入味的 挤好水的香菇我们放到一个盘子备用 接下来我们拍一点大蒜 把大蒜拍碎剁成细细的酸末 放在碟中备用 再准备一点葱段 切好的葱段我们也放在碟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烹饪啦 锅热我们加入少量的花生油 加入切好的蒜末炒出香味 再把腌制好的鸡肉倒入锅中快速翻炒 我们把鸡肉炒至微微发黄 炒至多余的油脂 这样吃起来的鸡肉也不会太油腻 炒个大概两分钟 这时候我们把香菇也加进来 开大火再炒个一分钟左右 把香菇炒熟 接下来我们关小火开始调料 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 撒上一点鸡精提鲜 一点白砂糖 再加入一点点食用盐 最后浇上一点淀粉水 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入味 翻炒个几下 最后我们把葱段加进来 再翻炒个30秒左右 我们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一道美味的香菇滑稽 我们就做好啦 做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你们协会这个做法了没有 如果你协会这个做法 家里人都会夸你是大厨哦 这样做出来的鸡肉非常的香嫩美味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一道家常菜见